10.凡的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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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凡的招待 11.千。 欣 Poppy 自拍啊 11.你买新车啊 15.你买新车啊 俗话说 15.消车一定要配美人 17.这是香车 16.这也是美人 17.美人 17.美人吧 18.发眉的眉 18.所以这辆车是谁的 18.所以这辆车是谁的 自然不是我的车 但我认识车主 让我们欢迎电动车达人 许杰明先生 杰明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驾电动车的呢 开了电动车大概两年多了 所以会想要换电动车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汽油车抛锚 当时在市场 在看有什么车可以换 看到了电动车 所以就做了决定 所以开电动车有什么好处呢 比以前我家有一个月 大概七八百块 现在开电动车就省了一半吧 然后它开的时候也很安静 没有顿感 就开起来很舒服 要不要一起去体验一下 好啊 走走走 我们去兜风 OK 那我们走咯 出锅了 出锅了 所以杰明你开了电动车之后 你的生活方式 有没有起了怎么样的转变 或者是你有调整你一些生活习惯吗 呃 变化当然是有啊 就从以前加油 要转换成充电 充电时就去找别的东西做啊 有时候去看 看戏 有时候去超市逛一下 有时候去吃个饭 大概通常都是在一个钟头 然后一个半钟头左右 冲一个三百公里的续航速 电动车就是 一开始 然后你要它的力 它就马上来 哦 哈哈哈哈 安全第一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驾了两年多的这个电动车 它和这个柴油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普通引擎的车就有快感生硬啊 这是电动车取代不到了 可是不是安静更好吗 如果有杂声不是更吵吗 是啊是啊 但是我本身也喜欢开车 有时候还是想要有那些声音 就偶尔一下嘛 我知道是你为什么喜欢安静的车 因为你可以唱歌是吗 哈哈哈哈 这就是你自己的卡拉OK房好吗 因为我觉得如果在车上比较安静的话 有时候你听一些歌曲会比较容易听得到 那当然那当然那当然 所以在电动车部分噪音只是来自于轮胎 几乎没什么别的东西了 那在维修方面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如果比较的话电动车的零件也少了很多 它热量其实不怎么高的 所以它的损耗率很低 所以你觉得现在新加坡的充电站够用吗 比起两年前现在其实比较容易找到充电桩 政府也很积极的一直在射装 不然那么多电动车一直在路上一定会不够用的 接下来的电动车会越来越多 每天平均人跑的就大概六七十公里 不需要每天都充电 有可能三到四天充一次 你会不会有介绍很多朋友都改用这个电动车 有啊好多朋友都中毒了 所以你自己买了这个电动车之后 你是完全没有后悔的 开了之后从来没想要开油车了 谢谢杰明 拜拜 舒英 感谢如何 我觉得整个旅程非常的舒适安静 我很喜欢 所以会想买电动车吗 有点想心动 好 那我们就请一位专家来教我们 是怎么样挑选一辆好的电动车 好 走 舒英 你可以告诉我们说 当消费者要买电动车的时候 他们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吗 所以当你买电动车 你需要考虑自己的要求 认识自己的要求 载的设计 载的设计 载的能力 和什么意思 买载的载的载 那你也需要考虑到 载的特别 力量 力量 时间需要 载的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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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有提到充电的问题 所以在这方面有怎样的考量呢 很多载的帠 registry 加上��릴载 载成映电 들고 加载 加载它任何 president 这些载载 载成映电 tiger 2 为了鼓励更多人选择电动车 政府推出一些优惠措施 本地银行其实也推出了 所谓的绿色融资计划 让有意购买电动车的人提出申请 我们慧英环保意识助行 已经来到尾声了 希望你通过我们的节目 学习生活上的一些环保小知识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谢谢大家